啊!頭脫了! 啊!死了! 媽的!來遲一步了! Yo! 繼續是波子玩怪的正口群 我們上一集看到小毛在懸崖消失了 被龍夫鬼,我覺得像是龍夫鬼 追追一下,不見了人 今集你找到他嗎? 我們要拯救他 燒什麼?死吧! 死吧!你!死吧!青春鬥! 哼! 原來你這隻臭你都不知道 用一個什麼?鐵絲? 撿起來用先 這條鐵絲有什麼用的呢? 會不會用來叫開門呢? 鐵絲? 有什麼用呢?這個鐵絲? 電流盤,打開它 啊!用鐵絲打開它 咦?接著可以怎樣呢? 裡面有一個開關,按下它 幹什麼?幹什麼? 我不是開,開完燈鍵嚇到人 裡面有沒有東西? 等了一半的啤酒 有一個發光的東西,撿起來是什麼? 鐵爛,鐵爛鎖匙 發出土鹽的味道,不想接近它 工作服,有點破爛 不要亂動比較好 負爛的蘋果,應該沒有東西了 好,我們有鎖匙,打開它 好,Let's go 下一關 咦? 這條鐵絲不太放心 冰塞哥哥 在哪裏叫我呢? 你拍聲是... 應該不是妹妹仔還是小女兒 原來是妹妹仔 你好,你在幹什麼? 我們很...我們很激動 冰塞哥哥,冰塞哥哥 咦?主持人嗎? 你這個傻瓜,快點過來 哪位啊? 你是不是沒有聽到我說話 你再...這樣慢慢來我就不會理你了 咦?我要跟他走嗎? 我要快點過去了 OK 通關條件達成 這次究竟是什麼鬼呢? 難道它是八...八尺仙就是 咦?不是喔 啊,與此同時 八尺仙了吧 啊,剛剛那個東西... 據說出現在這個新星村了 還說好像...所有村民都被人嚇跑了 八尺仙?是什麼來的? 欸,街頭好未流傳的傳說之一 是很久以前呢,某地出現的怪異 雖然看起來好像都是女性 但每個人所見到的樣子都是不痛的 真的,女性看到我變男生 特色是很明顯的 是那些混濁的笑聲 還有八尺那麼高 哇,兩...兩米四 兩米四十 嘩,另外一個只是對年輕的男人作祟 聽起來有點像是Slenderman Slenderman 好像這個八尺仙這樣身材高大的女生 那些靈異事件真是一些不少見 有穿著紅色衣服 雙眼附近就差不多黑了 大多數都象徵女性的怨念 但是八尺仙是例外的 她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恐怕應該在人類誕生之前 哈哈哈哈 人類誕生之前 是不是好像那些詛咒神之類的東西 神? 欸,她們都不是這麼純糕的東西 她們只不過是怪物 因為過去的人 被她的力量震懾到 才能夠加一個仙字的稱呼 實際上應該是怪物來的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HPG遊戲 一邊解釋一邊進展的時候 你就更加清楚在玩什麼 好,看來主持是... OK,讓我們進去的 我們乾泉是吧 我已經知道這條村出現的八尺 但是那些黑影是什麼 欸,那個都是因為八尺的影響而出現的 因為這裡單身了些靈物 令到一草一木 記憶全部都混亂了 最後呢,就變成這麼巨大了 我都不想罵你的 但你就在這裡 你呆住 等到那個八尺才安靜起來 你再出去吧 喔,但是我來這裡是... 你閉嘴 你是不是很想像那個小孩一樣死掉 老虎全都看到的 你帶來那個小孩 從船泊的懸崖掉下去 小巫她 老虎是不會放你出去的 你可能已經被八尺才迷住了 總之你就回去 我幫你準備那間房先呢 那裡已經準備好一些鹽堆 你就在那裡休息了 嗯... 咦,通關條件了 找到日記碗 現在開始玩下去已經是完全沒有save這件事了 只不過是 贏和輸和重新玩過 咦? 什麼聲? 它拆了什麼出來 但為什麼不能save呢? 是咦 算了 鹽堆 手提燈 我們出去看看 既然不能save我盡快的通關 因為我都不想沒有卡關狀生地過 好 它叫我不要到處去 就是我喜歡到處去 吹咩? 這是什麼地方 來的嗎? 是咯 嘩 這棟鵝魚都挺過癮的 我們可以去哪裡呢? 很巨大的 零浪 咦? 應該去哪裡呢? 這間房 左邊還有可以走的 那間房也有鹽堆 很過癮的 難道這些是驅邪用的? 咦? 啊!主持 怎樣?主持 他看一看就跑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快驚模糊不清 鹽堆就變黑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一變黑又要再灑新的鹽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先跟他說一下 主持 吃 他頭掉了 啊! 死了 嗎? 你們來此一步了 oh... 8尺 OMG 沒時間了,快點從這個 廟宇那裡出去 這個池園出去 走走走走,快點走 啊,已經出來了 噢噢,幹什麼 我開槍射他會死嗎 繼續遊戲吧 繼續勵吧 怎麼辦呢,去哪裏呢 是不是要走呢,要離開這個地方 啊,怎麼辦呢 哎呀死了,已經可以出現怪物了 到處都是怪物 是不是上去上一層呢 鹽堆 沒什麼用啊,門關得很緊 太慘了 算了,還是下去吧 會不會搞定那隻有什麼線索呢 靜靜靜靜 因為看不到我的時候 射死他 死啦 這間房間有去哪裏呢 咦? 鬼來的,這隻是 但他不動我 他不動我啊 他不動我啊 還沒點火 有一堆 綿線啊,撿起來才有什麼用呢 撿到綿線 都幾忙的啊 嘩,看來這個 嘩,這個 但沒有太子 這間有一堆乳鬼 方便快開 響 taxpayers 小心 不用付出 我示 uphold 這隻不肯死啊 人都瘋了 死了嗎 死了 這隻死了吧 這隻 肯死了嗎 這隻不肯死,這隻無敵 是不是 不管他 既然他不死,我也不管他 有多鹽,拿起來 得到鹽,是不是可以向他灑鹽 一個木魚 有這些就夠了 他們對聲音很敏感,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 被人想起以前的神代家 彈香 沒辦法注意到他 算了,我應該拿了鹽之後 就應該向右走 去哪裡呢 我知道要拿鹽去驅散他 好,來了,射死他 好,現在才看到我 傻子 看來拿了鹽應該就有點用了 是不是現在可以趕走他了 應該 還是看我發鏡,無不清 有點害怕 我先換上新鹽 行,我想應該是這些鹽的問題 然後出去 咦,換了新鹽就不敢進來 出去再說 好,走了 一個靜手池 今天是空日嗎 今天是空日,難怪 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走吧,不要理他 走啊走啊走啊,離開 我應該要去哪裡 咦,有支槍 小毛的槍 小毛 有血跡為誰呢,小毛的血跡呢 通關達成 咦,什麼聲呢 幾年之前 啊,回想起我和小毛的那些回憶 不要開玩笑啦,哪有可能這種世界的 咦,不對,這個嚇一人 那些的確是真實存在的 你給我好好地看清楚那件事吧 你之前有沒有見過那些是什麼呢 就算存在著那些東西 我都只不過是一個景觀 對那些東西 只可以視而不見 只是因為沒有人管 所以我們才要管 好好地做下去看看 那些東西會超次混亂的 我們要好好地管你才行 真是無稽之談 我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 是一個楓然的言論 那就是因為你之前都不知道 你不要被這些虛偽的現實蒙蔽啦 只是一尾掘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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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是早就腐爛的廢物 啊,這個好深奧 好掘槍的人是一早已經腐爛的廢物 還是要變通啦 你都不用這麼悲觀的 這個工作比無聊的日常生活 刺激得得多啦 那這不是玩的嗎? 我沒有玩 認真說一句 一旦你知道這個世界的黑暗面 你以後都不能回到從前 那不是兄弟還是朋友嗎? 還是同事我完全知道你都考到哪裡來的 啊,咦?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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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看到他 冰室 發生什麼事? 咦? 怎麼回頭走? 小霧怎樣? 實在不太明白 又與此同時 天上的雲都開始怪異起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 還沒跟冰室聯絡到嗎? 聯絡是聯絡到 他跟預定的相同 成功跟這個八尺接觸 那就好咯 有什麼問題? 小霧失蹤了 打他電話也沒人聽 也沒辦法確認他是不是安全 根據我的經驗 這種情況應該已經死了 大家當然不要抱這麼大的希望 難道小霧真的死了? 跳下去了 八尺是因為第二次怪異症候群的影響 才出現在新星村 因為這個村的邊界有守露神 這些怪物才沒辦法從這裡出去 從而沒有危害到曲村事 但是我搞錯什麼呢? 八尺是被吸引來這個新星村的? 所以感覺他遺漏了什麼線索 通關條件獲得九鯊 吹啤啤啤 OK 但是怎麼獲得呢? 我要去找了 真的要找線索 嘩 又是剛才那些 怎麼搞定他好呢? 射死他 嘩 很難射 射也不死的 捲他來射死你 射死你 射死你 雖然不知道他有沒有害 但是看到他這種怪異樣 一定有問題 射死他才說 找到一個鏈鋸 鏈鋸 有什麼用呢? 裡面什麼都沒有 腳下去看 咦? 這條路 一個故事牌 一日一次 果然是鄉下 哦 真的一架車嗎? 咦? 這間屋裡面有沒有什麼重要線索呢? 好像在哪裡見過的東西一樣 有塊鏡 啊 我真的很累 連人拍都沒有 有風扇 不過裡面什麼都沒有 一個保險櫃 打不打開呢? 但是沒有密碼 啊 不是啊 我可以用這個 用這個 這個鐵鏈 鍛鍊 但是沒有密碼 可以嗎? 我還要輸密碼 這是錄音機 開關 沒有電 我這個時候要找電池 風扇 我在家放了一個保險櫃 裡面有兩塊金和那樣東西 我怕忘記密碼 就把宣紙錄到這個 OK 總之這個時候要找電池 哪裡會有電池呢? 人影都沒有 電池 電池會不會在 射掛它 不關事 哪裏會被我找到電池 心想真的 射過你 蝶屋 哇搞錯 狂打的可以這傢伙 有沒有那麼長命啊 好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沒錯 這個任務就留下集 好嗎? 如果大家喜歡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看波子版 乖以蒸候群耳 記得按LIKE 訂閱 下一集我們能否找到小毛 或者是我們 能否選擇 決定八尺仙的問題呢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覺得這個遊戲 已經開始變得越來越好玩了 這個RPG遊戲 已經開始不只是純文字 已經變成2V版的槍遊戲 下一個人被人打三隻會死的 好吧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